现在时间3月1号我们对今天市场做一个收品 我们看今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小幅 低开之后的震荡走高线的行情 记得收盘上涨1% 生成值上涨1.11% 创业板值上涨0.6% 对于后市上清怎么来看 今天互市上证指数是突破了前期高点3310点 高点是在3315点 同时今天两市加在一起超过3400家个股是上涨的 而且是放量了 9100多亿的成交金额 北向今天也是大买了超过70个亿 很多投着预期向上空间打开 以及很多投着预期牛市行情来临 到底是不是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 从我的结论上 我认为是一个延迟高点假突破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的观点是延迟高点假突破 为什么这么讲 结合一下我们在前期对于市场的判断 以及技术分析我们对于下一阶段做一个预判 我们在前期判断的是什么 2月27号附近我认为会形成一个高点 好了前天是2月27号 昨天是2月28号 今天是3月1号 对吧 从时间上我认为是契合的 还是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从2885点我们以每20个交易日进行等比例划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时间周期上底部2885点我们以每20个交易日进行等比例划分 我们发现这一轮行情的规律是什么 每隔20个交易日它不是一个低点的拐点 要么就是一个高点的拐点 从2885点第60天附近 我们看到1月30号3310点 同时我们看到第80天是昨天 那么在今天形成了3315点 下一个拐点的时间窗口是在第100天附近 也就是3月底 这是其一 其二从形态上我们在前期强调过是一个平行顶 也就是一个磨顶的阶段 类似于去年的4月底整体反弹 我们看到6月底到7月初的时候 高点是3424点 为什么没有在2月27号本周一形成高点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上周五美国三大股指的下跌 是由于PCE物价指数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 所以说造成市场的恐慌 海外市场在上周五是大跌的 好了 我们看到在本周一没有形成大跌 也是一个十字星的状态 那么整体刚才我们强调27号28号延迟了两天 也就是今天的高点其实是一个延迟高点 并且从形态上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如果不是一个尖顶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平行顶或者是一个磨顶的阶段 对不对 那么这也就是一个延迟顶 好了 我们刚才讲到了是什么 也就是第二个假突破 为什么我讲的是一个假突破呢 因为如果只有上证指数突破 创出高点 其他的指数没有创出高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生成值上涨1.11% 今天虽然说是放量上涨 但是连这个位置的高点都没有突破 更别提1月30号的高点了 也就是生成值没有同步创出新高 创业版纸高点是在1月30号产生 连续震荡下行 今天K线实体并不大 同时上证50指数今天上涨1.33% 好了 在这个位置 1月30号产生高点之后也是没有突破 而上证50其实代表的是上证指数 50大龙头个股都没有创出新高 沪生300指数今天也没有创出新高 虽然说上涨1.41% 整体而言震荡下行之后的反弹 中正1000指数同样也是没有创出新高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恒生指数今天大涨超过4% 从高点连续震荡下行之后 今天这根大阳线可以说是汉地拔葱 恒生科技指数今天上涨超过6% 高点同样是在1月27号产生 刚才我们看到只有上证指数突破了1月30号的高点 其他的指数均没有创出新高 生成值创业板指包括上证50指数 最能够代表整体上证指数的优质白马股票 也是没有创出新高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指数虽然说涨了 但是光赚指数不赚钱 这是很多投资的感受吧 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保险证券板块 有没有创出新高 没有创出新高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五评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把上证50和证券板块抛掉 为什么 因为是假突破 什么是真突破 是一个共振式的一个反弹 共振式的创出新高 而且整体量能形成一个持续性的放量 那么对于明天能不能放量 我是打出一个问号的 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要知道 整体目前还是在日历向影之中 什么是日历向影 因为马上有会议了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前期总结的三月初 往往是关键性的高点 我们看到这个篮筐是在2022年的三月初 高点产生之后形成一个快速下行 这是2022年 同时2021年的三月初形成高点之后 继续一个快速下行 这个位置是2020年的三月初 形成一个大幅下跌 所以说总结下来 对于上证指数而言 突破3310点 仅仅是延迟了两天 这是其一 其二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一个假突破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他的指数没有跟随性的一个上涨 以及从形态上 我们所说是一个磨顶阶段 这是第二大点 第三大点 关键是在于什么 量能能不能持续性的放量 好了 在今天我们看到横指也好 包括横生科技指数也好 形成大涨 明天能不能继续形成大涨 包括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指数 也没有跟随性的创出新高 这对于后期的市场的一个延展 我认为还是不利的 以及刚才我们看了一下 从日历项目而言 往往在三月初形成关键性的高点 所以刚才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把上证50 包括券商 我们选择高抛 关键性的低点的位置 我仍然认为是在三月底 目前呢 我们把整体的仓位逐渐地转移到一些低位的 比如说中药板块是不是低位 完全是低位 这可以选择